大家好,我是阿健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好多朋友在炒豆角的时候 都喜欢焯水 或者是油炸 还有的是直接炒 其实豆角焯水后营养就大打折扣了 油炸又非常的不健康 直接炒又不好吃 还炒不熟 今天阿健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豆角 非常好吃的做法 首先我们将豆角用水给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整齐排好对 然后去掉头尾 因为头部的口感不好 也不好吃 然后再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以后给它装入盘中 切好之后给它放到碗里面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 没过豆角就可以 再用白嫩的小手给它抓洗一下 然后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切点配料 一把小葱 我们只取葱白 给它切成小段 一小块生姜先切片 然后切丝 最后切成末 再来切点蒜末 切好给它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干海姜 准备一块钱的瘦肉 先给它切片 然后再用刀给它做成肉末 切好给它放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料汁 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再来点蚝油 一小勺食盐 一丢丢白糖 再来点鸡精 然后用勺子 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豆角也泡好了 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然后装入大眼的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给它拌一拌 让每颗豆角 都裹上一层 薄薄的食用油 提前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做出来的豆角 也会颜色脆绿 然后直接给它放入蒸锅里面 用筷子 给它铺平整 然后扣上盖子 水开之后 大火蒸两分钟 两分钟后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豆角颜色变得脆绿 已经蒸熟了 我们将火关掉 然后先给它放一旁 锅中加入少许油 油了之后 下入肉末给它炒散 炒散炒香后 再下入葱姜蒜 粘海椒 继续给它煸炒出香味 接着把蒸熟的豆角 给它倒进来 开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给它做更新鲜 炒到豆角 当鸡不多时 我们就可以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哇,好香啊 这样炒出豆角 真的是太香了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又下饭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炒出豆角 颜色非常的翠绿 吃起来口感也是鲜嫩多汁 非常的清爽 吃起来口感鲜嫩多汁 入味又清爽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8颗牙齿 晒太阳 晒太阳 谢谢观看